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16日 以前我们看过有关世界卫生组织谭德赛的一些观点 以前谭德赛是坚定的站在中共一边 甚至有媒体把谭德赛称为谭书记 像党字幕书记一样和习名站在一块 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了 今天看到世界日报有篇文章讲到 说关于新冠原则实验室论谭德赛改口了 确实是这样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15号承认 要排除新冠病毒是实验室流出的可能性 他目前言之过早 他也要求中国更加透明一些 让科学界得以研究病毒的起源 那么说谭德赛是在15号发表的 薛弱世卫三月调查报告的公信力 报告归结说 病毒极不可能是由实验室外泄 也就是说以前他不是这个观点 那问题来了 他为什么就说观点发生变化了呢 很值得研究哈 那美联社报道的 他说谭德赛对强大的成员国通常尊敬有加 那么这次不排除实验室流出论成熟罕见 他指出国际团队年初曾前往中国调查新冠病毒起源 要取得原始数据 以至横遭阻挠 那到底阻挠没阻挠 这个谭德赛表示 世卫组织一直要求中方透明 公开合作 尤其就世卫想要取得的疫情 初始初期资料 资讯呢 原始数据更加如此 理论上要排除 这个病毒由中国武汉 病毒研究所外泄 实在言之过早 他说实验室初暴是常见的事 他表示自己当过实验室的研究员 身为免疫学者 必须承认实验室出问题是常见的事 说疫情始于实验室 甚至可能涉及到人造的病毒 进几个月来渐渐得失 这个人造这个就是 等于严林梦这个报告 国际社会是很多人还是注意到了 以前是不承认的 主流社会不承认的 特别是那些著名的科学家 像夫妻 刚开始根本是不屑一步的 后来都有一些变动了 有些改变了 他是这个意思 近几个月渐渐得失了 说拜登总统5月下令 情报界彻查病毒 由武汉所流出的可能性 中国强烈反对 声称把新冠疫情 与实验室流出挂钩起来 突出政治动机 还主张疫情早已爆发在 其他的国家 中国也在反击 想继续调查新冠病毒 应该到别的国家去 中国的态度非常强硬 谭德塞指出 世卫必须取得直接资讯 现在他的观点是这样改变 他说了解武毒所疫情前 即刚发作时的情形 要取得资讯全貌 才能排除实验室流出论 很多卫生工卫专家呼吁 该对新冠病毒起源 所做的超然调查 令主张世卫政治分量不足以 做这种刑事坚定调查 拖了一年多 还无法由中国取得重大的详情 率领科学团队对新冠 做更广泛调查的美左 这有这么一个人 这也是个专家 15号他说呢 他对谭德塞的发言表示欢迎 也就是说谭德塞现在 这样一改口 立刻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但他指出除了示威以外 目前没有其他 由科学家带头的调查计划 很不幸又很危险 我看他这样讲不对 那么法国不是还有个组织 也要调查吗 对不对 公卫法的专家 叫乔治城大学 法学教授叫高斯定 指出谭德塞 罕见的呼吁中国合作 十足以反应 示威有多虚弱 没有权利或政治实力 无法要求广开管道 共取得攸关全球卫生的健康咨询 只能发表官方谈话 但有些成员国就是聪而不闻 就示威组织这个部门呢肯定了 他这个靠各个国家给他赞助 他也不太好讲得直白 讲到这个程度已经是了不得了 那么今天这个正因为谭德塞改口了 说今天中共的官媒开始群起而攻之 我看今天疯狂网发了篇文章 讲谭德塞曾在中国的病毒溯源调查 受到阻挠 阻挠外交部回应了 赵立坚很生气 赵立坚今天发表了观点 他说外方专家也多次明确表示 专家组获得了大量数据和信息 对由于部分信息涉及个人隐私 不能复制或携带出境 表示充分理解 考察期间 他讲到这个关于中国当时搞的一个调查组 也就是谭德塞以前曾经认定的 他讲这个调查组 他说联合专家组在华考察期间 中方以竹条展示了特别需要关注的原始数据 说联合专家组还走访了湖北疾控中心 武汉疾控中心 湖北病毒研究所等机构 参观了各类生物安全实验室 这个与相关机构专家精神深入坦诚的科学交流 说经过实地走访和深入了解 专家组一直认为 关于实验室引发病毒这种假设 是极为不可能的 他在这样讲的 当时上述情况都在今年3月 示威组织正式公布的联合溯源报告中 明确地予以体现了 所以他对这个事非常地恼火 他就批评谭德赛 说你应该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 要发表观点 7月15号48个国家致函 示威组织总干事 欢迎中国示威组织联合调查报告 支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溯源研究 反对溯源问题政治化 这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 你看中共的官媒 反倒有他的一套说辞 到底怎么样 本人认为你既然是有分歧意见 你不妨给这个实验室开放 进一步让方方面面的 但有不同观点的 一些组织去调查 多几个调查 最后得知结论才能客观公正 对不对 假如是心中没有鬼的话 那么现在看来回顾过去这段历史 走过这条道路 也就是谭德赛 在川普当政的时候的情况 可以看出 拜登是做得对的 就不要退群 不要退群 但是要具体地争 就更好 那么谭德赛为什么现在观点改变了 这是我今天 这篇文章当中没有提 我认为是很可能谭德赛是个聪明人 他已经知道了美国的五毒的报告了 这个报告还有几天就要拿出来了 对不对 但是拜登心里有疏了 或许他都知道这个报告是很有分量的 他现在不改口又不行了 因为这种可能性 应该是这样 当然这个还要看过一段时间 五毒署这个事情的溯源问题 这个就进一步发展 情况的进一步发展 这个非常值得关注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